台风快闪离开 但是仍然为台东线泰玛里带来了超过200公里的雨量 金针山上的产业道路坍塌 一栋租给乡公所作为旅客服务中心的民宅地基崩落 屋子一半悬在半空当中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霍尔的移动城堡 乌人的民众发现了赶快吓得逃出来 山坡上的房屋只剩下一半还扎在土地上 另一半下方空空如也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霍尔的移动城堡 呈现悬空状态 我以为是石头掉下来 哎呦一看它怎么塌得那么严重 严重的摊坊情形连邻居都吓了一大跳 米克拉台风和外围环流 夹带大量水汽雨淡狂炸台东 光是两天内泰玛里累积雨量超过200公里 金针山产业道路受到雨水冲刷 民宅后方土石大面积坍塌 挡土墙整面倒下 一旁凉亭也跟着青岛 有烈痕迹的 有烈炎它这边已经拉出来了 这栋房屋经营农特产 同时借给乡公所作为游客服务中心 屋内地板看得到裂痕 就怕一遇到大雨地基还会松动 住战里头的摊伤赶紧移动家具和物品 但经过乡长带队勘查 决定强制撤离 如果看这种情形 这个房子应该是不能再居住了 那今天下午我们立刻开那个劝导单 就是今天晚上是确定不能再 在这边做居住了 乡长强调会安置好居民 并且提供2万元补助 由于现在是金针花季 为了确保游客安全 乡公所也安排交管人员随时监控 至于地基掏空的房屋 乡长表示 未来要补偿可能会有困难 但还是会和多方讨论协助民众尽早回家 接下来刘林向台东报道